看好屏東科技園區與科學產業園區雙區效應 及捷運大寮屏東縣的規劃 屏東在第20多年的老牌建商 立威廉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與近年深耕屏東地區的安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攜手合作建興案 舉行動土典禮 屏東縣長周春銘 立委中嘉賓 林黛化 以及各界來賓都到場駐各 共同焚香祈福 持產動土 立威廉建設是營造起家的老牌建商 除紮實營造本業外 近年精致住宅建案 廠廠快速玩銷 安庭建設近年在屏東規劃小兩口西地建案 也是廠廠熱銷 這次聯手與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正省道旁 新建八樓關景電梯滑下 震地約400坪 規劃二到三房 坪數22到28坪 共55戶 我們是地下一地上八 那是一個八樓的滑下 至於這個地理位置的話 因為我們目前 我們屏東縣政府 在平南地區有幾個園區的發展 包括我們的高鐵 那還有我們的棒球場 都是在我們平南這個地區 那所以未來這裡是一個 非常會有展望跟發展的地方 因為這塊地的地點非常非常的好 這個區塊都中長期的扎根 立威廉建設董事長余文靜與安庭建設董事長吳祺春 熱衷工業回饋社會 在動土之日特別捐贈 復興國小及賀昇國中各十萬元發展基金 協助推動校庫 復興國小特別安排棒球地獻股 感謝企業的贊助 我本身也是復興國小棒球隊 也是復興國小畢業 也是我賀昇國中畢業 那因為我們復興國小 賀昇國中都有棒球隊 那因為跟吳董事長有共同的理念 就是說當我們在社區開發服務 也能夠回饋於社會 回饋於我們地方的一些學校 這次合作是兩家建設公司 看好南平農的發展 致力於共同發展和追求 卓越的建築標杆 將集結雙方的優勢 豐富的營造經驗 和卓越的建築專業 共同打造更完美優質的住宅大樓 預計明年底完工 提供想購物的民眾多一個選擇 記者張如英 劉建榮採訪報導